中共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 2014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将会增加12%以上 首次突破8000亿元 这个消息语出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么为什么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 中国的国防开支连续多年持续增加呢 下面一起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2014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将增加12.2% 升到8082.3亿元 据了解2011年中共军费预算增长12.7% 2012年增长11.2% 2013年增长10.7% 至此已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官方声称军费将向武装现代化倾斜 中共当局宣布军费持续增加后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 中共的国防政策和军力缺乏透明度 令日本和国际社会倍感担忧 美国国防部主管 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大卫海尔伟一 日前也表示 美国关切中方缺乏的透明度 尤其是中共不断增加军事部署 对海上和领土主权问题所采取的强硬姿态 大陆官方媒体报道 新增的军费主要用于四个方面 一是推动军队的科学发展 增加高新武器装备 二是推进后勤基础设施建设 三为缓解物价上涨影响 四是推动反恐维稳等 而中共驻香港的军队大约有6000人 包括陆军 海军和空军 在1997年7月1号进驻香港 我们不相信任何一个地方 会被香港进行侵犯 那么你驻军队在今天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中国的整个架构还是集权社会 那么它的军费也是一关正暴力机器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机器 这个就是说也有被内的一面 另外 从2012年开始 中共在东海 南海 与多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越需紧张 有猜测指出 这也是军费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 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官民矛盾已经嘴火不容了 中共的统治越来越不稳了 在这种情况下 钓鱼岛这个问题上 它宁愿不要那个石油 宁愿把这个钓鱼岛作为一个支点 调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 东海钓鱼岛是一个典型例子 北京在转移民众对国内矛盾的注意力之余 还要在军费上加大投入 摆出战争姿态 另一方面 它认为军费递增与中共的内斗加剧有关 中共高层各个机团之间在一分章上越来越难以平衡 需要控制军队 所以大家都愿意给军队增加军队 讨好军队 控制了军队以后 它才能碰到最高权力 从去年到今年 它这增长速度比较快 说明第五代上台以后 中共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 它达了加强了 据公开数据显示 自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以来 中央军委共授予96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和警衔 其中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授予了17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 上届领导人江泽民从1993年到2004年 送出了上将军衔警衔79个 胡锦涛授予了10位将军上将军衔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齐普曼曾表示 在这个充满互相冲突的领土主张 以及长期存在潜在冲突热点的地区 中共的军费支出导致军事采购不断升温 德国媒体也认为 中国大幅增加军费将刺激亚洲的军备竞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